今天來受到韓劇蓬勃發展 同時掀起了韓流風潮 因此許多韓國明星的髮妝造型 也就成為觀眾朋友參考的方向 在這幾年之後 一般的男生 就是旁邊都不推太短 然後他會讓他有一點不留白 反向跟之前油頭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然後有一點鬥號瀏海 就是有點這個鬥號瀏海 或全蓋瀏海就韓細胞 那最主要的拋物線跟幅度 還有在這兩年還有流行的一個短頭髮叫寸頭 也有一段時間 那這些髮型就是夏天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 我蠻推薦有一些陰氣採檢的方式 幾何的採檢方式跟它的簡工細膩 可以讓頭髮產生更有個性的感覺 就比如說像桂倫美那種厚重的硬的感覺 所以在這種陰式風格的採檢 比較費工 可是我覺得也是可以嘗試的風格 至於最新流行的染髮和燙髮風格 目前還是以手刷染為主 而燙髮則是以好整理的大捲燙或是水波紋為主流 我們東方人大多是頭頂會他 除了髮根處理之外還有一些氣墊上 就是髮根氣墊起來 髮尾只有微卷 或是我們只要一點點微微的大波浪卷 那我覺得蠻適合白領接近的這一層的人 還有一些水波紋 捲度比較明顯的這些 其實我們大概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操作 最近也開始流行起來了 那捲髮最主要我們覺得就是要好打領 在吹乾就能成型為主 在夏天我們有一些 我會建議有一些 除了正常黑色髮也可以帶一些咖啡 甚至之前流行的冷色調都可以把它改成 軟色調很淺極淺的顏色 所以如果說我們稍微淺一點的顏色會顯白 所以今年夏天尤其是粉色系 男生應該是可以嘗試 而且它會慢慢成為一個趨勢 再來就是一些輪廓欄 比如說耳圈懶 病虛懶 輪廓所謂的這一個 包括下面的頭髮 這也是一個長指髮的流行趨勢 髮型設計師表示 一般除了會針對客人的臉型和身材 來設計適合的髮型和染髮樣式之外 也會考慮到客人工作場合和生活型態做調整變化 透過專業髮型設計師的巧手 讓觀眾朋友隨時都能夠擁有最亮麗帥氣的外型 記者許超雄台北報導